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我们上次都已经是一号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三个人 人齐一点 因为跟疫情一样了 开始有点退却了 昨天好像二十多 今天三十 真的少了很多 回落了 应该来说 过了新年 应该都差不多了 政府都开始逐步逐步放宽 是 我最先见到 他就说 在一些户外活动就可以放宽 是 户外活动就不受限制 是限聚令 好像说是 慢慢地放宽 大家也会好一点 是 没说这些了 你给新的消息说一下 Auntie Sir 是 那我先说这个 2020年 其实我想说一个 美国的二手市场 为什么要说这些二手市场呢 因为其实说了很多新机 那些新机买了之后 那些旧机 怎么处理呢 那很多呢 二手市场呢 其实都很蓬勃的 其实香港都很蓬勃 但是呢 香港我们是没有数字 那这个 我拿回来的网上的数字 就是美国的二手市场的数字 最多人买的二手机 最多人买的二手机 大家估一下 大家估不估到 哪一架二手机 是最多人买的呢 都很难估 美国人的 美国人的 但其实香港也是 我觉得香港这架 二手市场都很hot 原来是Sony A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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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000这架是APS的 但是是一个很爽 很厉害的机 而且呢 亦都不贵 因为它有6400 那些贵一点的机 它已经不贵 但是呢 再二手便宜 但是呢 原来呢 后面那几架就是Full Film 是 是 是 很厉害的 就是在影片上调色 那它一出来的颜色已经OK 所以我都很喜欢用Canon 而第二位 第四位 第五位 都是MAR2MAR3MAR4 就是自己的MAR2MAR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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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 但他们都是XD3都未被人换 你知道XD4已经出现了 因为美国是迟一点的 没错 迟一点点 另外有一架是经典的 Nikon的D90 很多年了 是古董来的 8年了 但是有一个指示 它这么古董还有人买 它的质素不错 质素不错 而且很轻 我曾经也有一部 其实大家可能有点误会 以为二手市场多人放的机器 是代表不好的 其实不是的 不是的 是比较好的机器 没人会接受的 没人买的 即价钱 性价比是值回 没错 而且它这么久 也有人会买 就是说它有这么实力 才可以在自首市场 如果你的机器不好 二手都不会买你 没错 另外还有一部 又是神机 我当年用的 就是Nikon的D90 D90 所以原来850还未出现 850还未出现 还是当价 850有几样东西 都是很高科技的 它的堆叠 它高涨素 还有高昂 高的打什么的 range 都是很厉害的 我现在还是会 就是保持着 我还以为850 所以850是未有人卖出来什么的 所以它不能够上到榜了 没什么人放 因为太好的机器 我又吃得放 没错 它放给4千元你 你真的是4-5千元 在香港报告价格 是吗 是吗 850 撿一部来改一下机器 811年我卖了 850我卖了 都是买4千元而已 你什么时候卖 这么夸张 我说二手收机 是会踩你一截的 是的 一定是 但是它就这么夸张 它是当价格一样的 当价格一样的 它连续包装也不要 你给它就不用了 储机就行了 当价格一样的 当价格一样的 基本上 另外第十名 就是Sony 又是Sony Sony的传奇机 A73 A73真的是暗夜之王 而且真的又便宜又漂亮 所以其实二手买A73 真的没什么输 那这些就是 但是现在A73S 真的高很多 A73是便宜机 A72S 才是暗夜之王 现在A73S 更加是暗夜之王的新机 那部很贵 是的 但是A73S是便宜机 但是三便宜得来 质素好 现在A73有部新机 就是叫A7C 其实A7C 除了小部 和A73S是没有分别的 现在我们有时候 外面也多 有时候行山 周围的交易地方 我看到一些人用机的状况 我自己观察到有些东西 我发觉 即是你和我说 真的用Sony的机是多的 Sony是多的 但是更加多的就是他们是年轻人 是 年轻人 多数都是 我看到 有时候我们也会去影新地方 上了年纪那些 又真的是NICON多 嗯 又真的是NICON多 这儿都可以真的有少少 打头盔 套租少少 套租一下 有一次我就去影 上了一个 好像是弯曲山 就是这个 大金钟后面的弯曲山 那我就上了山上 设置了那个位置 就拍一些timelapse 你知道近期我都拍timelapse 设置了timelapse 那一定是 那个构图 就一定要那个弯曲的位置 一定是那个位置 一定是那些弯曲的路 一定是拍着那个弯曲的路 那我就在那边设置 日落就很漂亮了 我说你还不停地移动 那呢 但是有些 不懂得拍照的那些 就是年轻人 为什么我知道他不懂得拍照呢 我不是用机来去批判人 起了位置 我都不是说他 他会不会拍照 有什么关系 而是 我见他拿着那些 就是那些 八路会送的那些交脚架 我就知道他不懂得拍照 就是一机送的那些交脚架给你 那他呢 他真的在你面前 兜兜兜兜 站在你前面 他坐在那个弯 那里的草前面 连着那个弯也不要 你走呢 你走呢 你做事不重要的 你做事不重要的 我不是说你入镜这个问题 就是你走那些 我绝对OK 我当我一部分而已 但是你在我面前停下 根本你入了镜 你又不动的 站在那里阻挡了我 是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OK就算了 那我跟他讲一声 讲一声他 就是我好声气 哎呀不好意思 我正在拍摄 你可不可以借一点点 借一点点 走了在另一个位 在我上面一点点 就是在我后面 那第二个又来的时候 又是这样 第三个又来的时候 又是SONY机 又是不太会拍摄的 他真的会站在你面前 坐好多面 站在你面前 这件事我就知道他不会拍摄的 因为他没有拍摄的态度 他没有拍摄人的态度 他不知道这样会阻挤人的镜 是的 那我就这样提到 我说 已经真的多 不懂拍摄的人 是喜欢用SONY的 嗯 也证明SONY的Marketing 是的做得好 那他吸引那些年轻人是多的 有时你见到行山很多女孩 喜欢拍Blog那些 还有呢 证明SONY那些木反机呢 他们那个对焦的快 我觉得新人是好看这件事的 好看广告 还有外景 不是 同辈之间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是 就是 SONY的好事成功就是在于 他做了一个声势出来 告诉我 我路肌是好事的 是的 那么他将他的优点发到很大 他把那些缺点就隐藏了 那是好事的 是的 这些题我说而已 是的 分享一点点 那大家将来拍摄的人 就真的不要 不要打好针 站在你前面 谢谢 是的 其实我这段视频就没有了 我们将来不再拍摄 但是没所谓 是的 没所谓 好 还有什么说 今天呢 还介绍一支小灯 又是这个神牛 我们很喜欢介绍这些便宜的 神后好东西 这支小灯 神牛有一支AD200Pro 很多人用的 这支现在新的 多小支 这么小支 AD100Pro 那 一支手掌 一瓶小的汽水 这么小 可乐 半支可乐 半支 那些小瓶的可乐 那么它是什么 厉害的东西 呢 细致 但是它细致得来 和我的基顶灯的V1 比呢 它还大半格 所以它的力量 就比一支普通的基顶灯V1 但是当然小过AD200 100当然小过200 那么 它所有其他AD200 300有的东西 它全部都有了 那么它最小还可以 输出1 over 256 嗯 就是再小一级 就是有9级调校空间 那么细致呢 其实呢 就是人家带多支出街 就是相当好的 那你看它的造型 也很特别 造型也很特别 突破了传统的闪灯 没错 没错 像闪灯的样子 因为现在神牛的飞灯系统呢 它那些200 300 那你只要插一个基顶 那就可以控制 它的有大有小 任你选 所以我觉得神牛 现在外泊 外泊灯呢 是相当完备的 甚至乎贵V1一点点 我觉得会好好买 因为这个是1月4日才出 对 有Modern Ring Light 什么都有齐 即是100 200 300 甚至乎它的大灯600 都是一个系列 它其实就是说 那个原理就是 那个概念就是 想将外影灯缩小 是 没错 外影灯缩小 就保持这样的power 是 多了很多方便性 是 充电方便 那样东西都少了 没错 因为它呢 其实现在新的那几支灯呢 都是用一粒这样的电 即是100 200 300 都是同一个系列的电 那它的油光罩的配备呢 油光罩的配备呢 油光罩配备 就是V1那只圆灯 那只圆灯 然后呢 整套都一齐的 嗯 所以是相当的 是适温版 反光版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神牛就是 越来越齐 越来越盛 所以如果你用它的系统呢 将来其实是又便宜又漂亮 应该也是的 所以呢 原厂的东西应该没有什么生存空间 没错了 你看到 除了前一段时间我们说过 Canon 出之外 是 都不肯出了 这个肯定还没出 当然 你出来没用了 我也不知道Canon 出的那么贵 但是说真的 就是现在在这个 就是全世界的疫情环境之下 都很少人就再出来去拍人像 是的 没错 真的好像少了 你看到现在的坊间 YouTube也好 或者是一些 以前很多的 Facebook 都没有什么人拍 你戴着口罩拍出来 是的 就是少了很多人去拍人像 这件事 因为我们本身都是做人像摄影的 是的 真的有很少了很多 是的 所以 闪灯你的自然就 就少了 就少了 你和以前的年代又不同 是的 以前很多 很多 三支灯 人像摄影多流行 是啊 所以就是 Heidi 说得对 如果你要戴三支灯 如果戴这些那么小 很方便 你想想 手持住 是啊 所以呢 其实是正的 这个东西 看看吧 看看价钱 价钱没出 因为刚刚四号才出街 是的 我觉得潮流的东西有一转一转的 没错 现在因为疫情关系 所以多人去到行山 多人去到行山 多人去到行山 那你可能将来好 那些人去到行山 走得多 那些人去到行山 那些人去到行山 也不奇怪 这个时代是不断地转变的 那到时可能 你现在打定了江山 做到市场 那些人去到行山 那些人去到行山 没错 那些产品也很好的 好了 你又说了神流 那些中国产品 今次我也是说一说中国的产品 中国的产品 很多中国美的东西 雖然呢 中国的产品 被人的感觉是老翻 山寨 但是今次呢 我就介绍了一个 他也挺争气的 就是 老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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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我开始呢 在我自己的镜头当中 越来越多老挖 越来越多老挖 因为我刚刚又买了一些12mm 28老挖 但是以前呢 其实都有一些老挖 那这支呢 就是老挖的马可镜 当然是 他第一支 说他这支 60mm 这支就是他60mm 两倍的马可 我们就叫超级微的这支镜 几乎都有 这支很久了 2015年的了 就是说真可怜 也说他已经玩了五六年了 其实呢 那他就是一支很便宜 又值得玩的镜 而是 那在市面上 是一支 当时是做了两倍的定焦镜 平时一般的都是一比一 的 但是他做到二比一 两倍方式比率 但是价钱很便宜 当时也是二千多块 我记得是 那我就想说一下 老挖 这间公司 为什么可以 甚至这几年突然会升起来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自从玩了相机 无反世代又开始卖的时候 其实很多镜头或者相机的公司 他们都智力在它那个 如何去转无反 然后转无反之后 那个系统如何去改变 例如你好像Nikon 它会生产一个叫Z-Mine 或者是其他Sony Canon 它都一定要生产一套的器材 去维持它的无反机 所以它的精力 就放在这些镜头上 而且大部分你要生产镜头 第一件事是大三元 你要完美了自己的大三元 才可以再玩其他东西 好了正正在这些空间当中 老挖就看到这些客房当中 有些东西没人做 就是微距的 问大家 你什么时候才开始买微距镜头呢 你一定是买了几支镜头 才买微距镜头的嘛 新人一定不会买的嘛 所以如何发展呢 Nikon Canon 和 Sony 都不会发展到 这个微距镜头的 所以我就觉得老挖就看中了 哇 这条路没人搞的 那他当时就弄了这支镜头 弄了出来之后发觉 因为的确实是小人 市场是没有的 新产品 那就很受欢迎 还有呢 就是一般原厂那些 所谓Marco 镜头是一比一 一比一嘛 那一比一很差而已 意思就是说 别人的厂都没有空 去发展新东西 那你就可以想一些新东西了 那变成了一个压缝当中 就被老挖就可以杀多了血路 那我觉得他就好像Tesla那样 就是找一辆跑车来赚了第一笔钱 接着就把那笔钱来投资 发展X 啊 S 啊这些是吧 那他就一样了 那他在这里赚了第一笔钱之后 就开始再发明一些新的镜头了 那有钱了嘛 那近年很厉害 出了那次100mm 的二成 那支APO 就是它叫做模式叉 那镜头静了很多的 用镜片的质素都高了很多的 那接着再玩这些 wide angle 大望远 12mm 12mm 7mm 9mm 越来越多 那开始就 就是令到 全世界都开始认识老挖这个牌子了 那尤其是在微距这个世界 那他老挖基本上没有对手了 在全世界来说 打倒了所有的 CANON以前都很厉害 但是现在没有了 全部玩到微距的外国的大师 全部都用老挖的了 那还有一支是前后都清了 前后 不是 它是无限远对焦 是的 100mm 那支应该是无限远对焦 是的 甚至呢 我还有另外一支 15mm 就是15mm 这支是光圈4 但是呢 wide angle 就是wide angle wide angle的微距也是很好玩的 很少的 像很疯狂的人 等于他们都不玩hifi的样子 是的 就是喜欢听个粒音 那微距也是的 有一批人很喜欢 就是 哇 怎么拍到它 就会刺激到很熟 没错 越刺激到很熟 是的 那一支眼睛 近乎是有一些叫做狂逼症的 是很疯狂地去追求这种的 那师傅两样都玩 而且其实两样都挺好玩的 也挺好玩的 近期又开始 天气又不好 你知道 冷风也会刺激到 没什么要做的时候 最好在家里 拿一些微距镜去练习一下 可能大家会以为 玩微距镜很简单 其实我想告诉你 微距镜 说难不难 说异又不是很容易 因为它要克服的东西 都很多 所以今天跟大家 就想讲一下 关于微距的东西 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第一种讲的那种 超级微距先好吗 是的 超级微距 其实就像这一枝 我们叫做二乘 二乘两倍 为什么 今天拿出来讲的就是 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 玩超级微距 用新机模反来有一个好处 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因为它有防震 这部机开始 我们以前玩的没有被震 但是现在 这个机身 有机身防震 那你的成像 比以前中了很多 容易很多 对了容易很多 所以师傅呢 微距很难对焦 最难对焦 对了 微距很难对焦 一定是的了 这个都是一种 就是考你玩东西的一种方法 而现在容易了 用这个 picking 放弃对焦 对了 没错了 第二就是刚才 Andy Sir 也说了 现在那个液晶体 对焦 屏幕呢 比以前 靓了很多 准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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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像度高 解像度高 还有一个picking picking还要比你调度数 没错 对了 对了 你对着来这样拍手持 其实呢 都拍到的 其实加上机身防震 有防震 估不到 以前拍不到的 现在拍到的 对了 比以前是方便了很多 第三就是说 现在的机 尤其好像Nikon 这些 成像是sharp了很多 没错 sharp了很多 所以对于你拍Marco 来说 又有了一个提升 是的 再跟着呢 我想说的是 师傅也买了Z50 Z50 是APS-C 那再放下去呢 又放大多一倍 1.5倍 是的 又放大多一倍 加上反摩 是的 整件事好玩了很多 所以呢 容易中一点 是的 容易中了 也可以对焦 比以前更方便了 但是最后Z50 就没有防震 这个是差了少 所以我也是用Z50 其实最好用Z72 Z72呢 为什么呢 高像素还可以畅 又有机身防震 反缓有贵 那是贵一点 所以我就说了 如果大家买了Z1772呢 那就真的用来拍这些超级微距 我想就很精彩了 我想就很精彩了 是的 好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点点作品 那就是我们这些人 是追求什么呢 好 我看看 最近我去拍一些矮子的东西 我的片尾会放很多出来的 放了出来给大家看 哇 哇 多浅景深 是不是 那些头 那些头 那还有一个东西 为什么我要拿出来现在才说呢 其实我以前也有说 但是现在我再提一下 就是 现在的机器有些堆叠的 对啊 还可以堆叠 你看堆叠 你拍四张五张 然后把它堆叠 那些景深 再漂亮一点 再清一点 那以前多数都是单张的 那现在有了FOLLOW 10 大家堆叠 那你的景深堆叠之后呢 哇 出来的效果就有很多了 所以 师傅在这里 再拿出来再提提大家 所以是很好玩的 嗯 很好玩的 好了 我们这些就是追求这些极致 是吧 要覆覆眼 拍一些烏鹰 要拍到点点点的那些 那些 但是其实呢 我们想说 其实 微距不止这样的 也有维尾的 那我们想看看维尾这一批 那维尾呢 那维尾呢 我之前呢 我试过拍过一些 就是一些螳螂仔 蜗牛仔 那我们 我也有这个 蜗牛仔呢 那我们很简单 下去公园打开一个盆底 或者自己在种花 打开盆底 这样有一两只的 捉回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不要残忍 不是弄死那些的 不会 我只是放在那个 美的位置这样拍的而已 拍完我们就放生的 那呢 维尾这些呢 你可以这样玩 另外呢 我有个朋友 他喜欢那些昆虫 养昆虫的 那他在旺角呢 有卖昆虫的 那我就问他 喂 借一只螳螂仔来玩一下 那我就 我不会弄死的 你放心吧 我会买给他 因为呢 其实这些螳螂很贵的 几百元值的 这只蓝花螳螂 那他又肯借给我 我说拍完之后 我最多给他一些照片 那这样 那所以我问他 借了一些螳螂仔来 就拍一下那些东西 那真的挺漂亮的 是吧 那你可以呢 就玩一下这些 这样的围尾 那这些围尾 那这些围尾 就不需要说去到一 比 不用的 正常普通 都已经可以了 好 接着呢 我就想说第三样 甚至呢 有时呢 都可以玩一下打灯 虽然有很多人 微距呢 就这样照玩 但其实微距 如果你打了灯呢 都可以设定一些 很漂亮的效果出来 所以啦 微距呢 不只是跟人比较大 唯尾都可以玩的 好啦 甚至呢 他有一些 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都很疯狂一下 做了这些 那呢 玩完微距呢 就玩显微的了 那我们也玩过一些显微的 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 那些缩角 那些烏鹰那些触角 那些 三四五倍 那些那些 纤维 是啊 那些 那些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那些细胞的那些 哈哈哈哈 是啊 好了 那很多的 那这个呢 就是蝴蝶的那些 刺膀的液 放大之后 就是这样的 那些是那些热面 是啊 那这些 显微镜 又不是门纳 不是很高的 因为这些 我都是怎样玩的呢 我都是在淘宝买回来的 是没错 因为淘宝有一些 显微镜买的 那你便宜的 有一套 这样的 那几百元 你便买一套 它是连标本给你的 那你便可以拍一下B本 用手机拍的 用手机拍的 手机拍的 手机拍的 是容易一点的 那接着呢 你便可以 在家里 看到有棵菜 有棵菜丝 放在那里又拍一下 头发又拍一下 那些 那些微距 不是 不是叫微距 超微距 这些我们叫做 显微镜級的 那又有一些 很好玩的东西 这些世代 那另外 除了我们刚才说 放大之外 另外呢 刚才我们提过这支 Honey都玩 这支Y镜才好玩 15mm 这支15mm 超好玩 它拍出来的效果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看看 那些感觉的效果 这些很漂亮 因为有背景 没错 它是有背景 对 那一对上去 好像小云角 大恐龙 是 那但是呢 那这些相片 真的很难拍 这些很漂亮 很难对峙 首先呢 它难对峙是第一样 还有很近 第二个 用光 因为呢 它的对峙距离 是可以去到 几mm 很近的 几mm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困难了这个麦 的话呢 是困难的 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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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峙距离 会不会生 hay mistakes 没光 不够光 光是射不了下去 闲光灯也可以打 gebe 所以你玩这些呢 一定要将那支闲光灯 飞灯 自己这样对着 laboratories 放 closely 对呀 或者有人帮忙 decía 你要做得像师傅那样 哇 是这样装困的 那于这些 大部分手里 玩眉拒 外国的所谓 大神 都一定有自己那套闪光灯系统 而这套闪光灯系统是每个人都不同的 包括我自己做的,我这套闪光灯都是自己做的 我透露一点,闪光灯的支援是怎样做呢? 我用了牛奶麦,那些围机的牛奶麦是长条的 咳了头咳了尾,然后吐到闪光灯,然后就斜下去 然后前面加个油光罩,这样打下去 在高空那边咪下去,引下去这样打下去 这个是师傅那个,大家如果有看我们毛锦sir讲镜 毛锦sir有他们那套,每一个都有的 每一个人都有的,好像八酒鱼那样 八酒鱼那也是另一样的,那也是可以的 但有时候我就会嫌太大套,攜弹不方便 就自己DIY了,方便的东西 刚才我说了,每一个超级微距的摄影师 都有自己的那套 灯光很重要的 你自己就手,那你就自己去做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去做这些东西出来的 好了,那这些好玩之处呢,真是很精彩的 是啊 Hidy,我告诉你,师傅透露一点点 因为我们这些是实战 你说你为什么,你买了卖也很少用 是啊 因为为什么,难对焦 因为为什么呢 你千万买了这支镜 老挖15mm光圈4这支1比1的 你千万不要扭到它1比1 如果你扭到1比1呢,几乎是贴近 这样你就拍不到照片了 你一箱去收到0.4 0.4左右,那就有少少距离了 大概有2cm左右 那就这2cm不要小看 就会分成东西了 就不要说要求它去到1比1 因为其实你放在它,已经很大了 所以不需要比1比1的 这个就是师傅用这支镜子的心得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心得 因为刚才我说了,他真的用这些 说是否容易又难又不难 没错 很多技巧的东西 例如像这支那支 60mm这支 你看到师傅加了什么 我除了加了一个转转 加了一个extension tube 为什麽呢? 因为这支镜子2倍的时候 它的对焦距离都是近的 那一近,譬如去到这么近 譬如2cm 那你就会产生了什么 那些灯会难射进去 难射进去 那你的照片的成像就不美 但是我加了extension tube 我就将它的距离可以增远到 可能是5cm 那5cm就可以较多了 所以这些效果加了extension tube 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要你自己 用起上来的时候 才知道的 才知道的 那当然了 还有就是 现在这支镜子有个毛病 就是 它们都是手动对焦 和手动光圈的 那手动光圈就导致到 有一个情况出现呢 就是会 没有光进去 那你对焦的时候就会很暗了 你唯一看的方法就是要打灯 要靠这些灯 打电筒 打电筒 所以 以后有机会大家 再看一下我们 再分享多些 的心得 有机会一起去玩一下 好吗 那在后面看一下照片 好吗 那我们将所有的照片 放到后面 大家可以观赏一下 因为很漂亮的照片 很精彩 好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